狗狗瘫痪及伤口修复案例 磨破了皮 医生替他擦上膏药 开药给他吃 吃药擦药后 老狗的精神却越来越差 三天后回诊 医生除了处理伤口 还帮他做检测 发现他的后脚完全没有知觉 医生判定是神经引起的瘫痪 可能好不了了 老狗因无法进食 所以只能用针筒喂食 再次复诊时 因伤口有脓 烂了一个大洞 医生把皮剪开 清理伤口 要我回家每天替他换洗三次 等伤口没烂肉 才可以考虑把伤口缝起来 并说他有可能随时会离开 要我们有心理准备 虽然每天换药吃药 老狗的伤口不见好转 反而越来越大 9月12日回诊时 医生说伤口还不能缝起来 需再次清理干净 就算缝起来也不一定会成功 尾巴也可能就不能动了 老公曾在网上看过张医师 推广原始点的影片 想死马当活马医 于是决定放弃西医的方法 改用原始点处理 从9月12号开始 用姜水清洗伤口 再喷上姜粉 一天两次 刚开始是用热敷垫热敷 能走后 改用暖暖包 绑在脊椎 做24小时的温敷 整个伤口 喷上姜粉 有热敷垫热敷 用暖暖包温敷 没想到第二天 她的头就可以抬起来 吃饲料 第四天 就摇摇晃晃的 走到厨房去找我 真的太惊喜了 我也记录下 伤口复原的状况 真的很神奇 肉很快的就涨满了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狗狗已完全康复 伤口复原的状况 9月14日 9月17日 9月22日 10月5日 10月16日 完全康复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